古人说,病从口入,或从口出,三分治,七分痒,吃药不忌口,枉费医生手,吃药不忌嘴,跑断医生腿,以何为忌口? 忌口,也称进口,食忌,食禁等,是指在中医临床中注意饮食禁忌,以避免影响效果。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忌口是致病人患病逝在饮食方面的禁忌,有称病中忌口,这是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放后最为关心的问题。 广义的忌口除病中忌口外,还包括因年龄、体质、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忌服或审服某些食品,也包括为避免某些病情复发而忌服某些发布的忌口的问题确实存在,食物、药物都有偏性,人在生病或体质时恒时也具有偏性,怎能无所计呢? 二,忌口古人早有论述,张仲敬老师傅在伤寒杂病论里已经这样教学上了,在病一阳一叉后,老虎病脉症病治中又提到,病人脉一解,而日目为凡,义病心差,人强于骨,脾胃气尚弱,不能消骨,顾命为凡,损骨则律。 在经过药略中又设置了禽兽于虫禁忌病治和果实菜股禁忌病治两个篇章,明确指出,所施之为,由于病相移,由于身为害,若得医得医体,害则成疾,以此之为,强调了病中忌口的重要性。 简单的说,季口是指在中医入医饮食禁忌,以避免影响效果。 中医是,西医一是,只不过两种医学遵循的是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以原由上表述不同。 三季口食物分类,中医历来认为要是同源,指出食物与药草一样。 鸡肉含,凉,温,热,平母性,鲜,肝,酸,苦,甜,五味,并按食物的腺味,功能,将十几口的食物分为以下几类? 西辣类,包括辣椒,胡椒,生姜,大蒜,酒类,花椒,青葱,芥末,酒类等,生冷类,包括西瓜,梨子,狮子,菠萝,香蕉等生冷水果,萝卜,白菜,苦瓜。 竹笋,蚕豆等含凉蔬菜,冰棒,冰淇淋,冷藏饮料,或国平的冷冻食品。 甜蜜类,甜包括白糖,红糖,各种糖果,糕饼,甜食,以及含糖多的荔枝,龙眼,甘蔗等水果, 蜜包括乳油,猪肉,牛肉,羊肉,动物内饭和牛炸,烧烤食品。 发物类,包括蛋,虾,蟹,鹅肉,牛肉,猪头肉,公鸡肉,狗肉,竹笋,芥菜,木薯,南瓜,韭菜,胡椒等,海星类,包括虾,蟹,螺,贝类,呆鱼,海蛮,乌贼,鱿鱼等神产品。 四季口仅仅是生病时不吃的东西,下面我们说的是狭义上的季口,其实除病中季口外,还包括因体质,年龄,地区高和季节的不同,而既是或少时某些食品,也包括未避免某些病情复发而幸福某些发物的。 01体质技巧,先说说跟体质有关的,健康者,饮食注意全面合理即可。 体质偏食者,先去胜则食,及鞋有余的体质,如湿热制,胆湿制,淤湿制,这一类的人就不宜再补充过度的营养,尤其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食物, 同时加强锻炼,避免发展成带细性疾病,体质偏虚者,体质偏虚的人机会会多一点,至少也要根据阴阳等方面来做判断,熟天羊虚的,气寒凉,生冷食物,不宜过时生冷的瓜果菜肴,偏阴虚的,要得温柔双阴的食物必然远之,如葱、姜、蒜、辣椒等辛辣刺激食物,虚症者多好不易, 但也要注意食度,尤其不能多吃费蜜、油肩、肝硬的,难以消化的食物,而要在补中有输,以清淡和富于营养为宜 02年龄,性别季口,再说说跟年龄,性别有关的,小儿及老人,从年龄特点来看,小儿品尝不足的特点明显, 所吃的食物应与其消化功能适应,吃了不舒服或拉肚子的东西,就记住不再吃,而老人脏腑衰退,化缘不足,因一温热除软的食物为主, 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清淡素食,今年应生冷的食物,妇女,妇女,由于有经代胎产等特殊时期,所以饮食尤其重要, 经期,如果身体健康,只要饮食规律即可,但要顺食冷物,以免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而平时身体虚弱者, 您注意在今后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温性食品,如大枣,红糖,龙盐等,对于含粮食物与鲜热食物皆用激浮, 孕期,您注意食物品种多样化,适时多餐,午饰过甜,果甜食物, 即烟酒,喜辣,油腻,刺激等食物,减少食物对外肠道刺激, 补乳期注意补气养血,保证母乳中的营养, 离三,季节,地域季口,还有和季节,地域有关的季节的变化,会给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医天然和医理论提示,我们以根据人体对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调整饮食,春季,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之时,肝胆气旺, 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饮食上应当减酸增肝,培养脾气, 食欲多吃清淡菜蔬和豆类,不宜吃油腻鲜辣,以免内生活热,夏季,夏季这些邪失, 使得脾胃受困,消化功能减退,饮食以肝胆,清爽为主,避免油腻, 特别是不要贪食生冷瓜果,秋季,造气当令,造欲伤费, 因此,一发咳嗽,应当自饮润碎,多食梨,芝麻,蜂蜜,甘蔬及乳制品等柔软食物, 少食鲜辣,不宜过食性温大补制品。 冬季,万物丰藏,含鞋正盛,对体虚,年老之人来讲是进步的好时节, 可多使用羊肉的温热性食物,物食冷食。 地狱因素也对人体有着重要影响,皇帝内经素问, 一法方一论曾指出,不同地狱的人,由于环境与饮食习惯不同, 可能会诱发相关的疾病,如,东方之人, 食欲而是贤,多发庸阳,西方之欲, 水土刚桥,其名华氏而知肥,一发内风,北方之欲, 天寒冰烈,明多入食,多分寒生满病。 南方之人,是酸而食腐,而地狱多湿,一发完毕。 虽然当时的情况已与现在有所差异, 但是也提示我们可以在饮食上就当地所缺乏的物质, 以及多发的疾病做相应的补充和调整,减少疾病一发的因素。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